好同学们 那么接下来啊 咱们要讲解的知识点呢 就是运算符 那首先啊 老师呢 先跟同学们解释一下 其实运算符呢 就是运算符号 那我们要学习运算符呢 就是去学习不同的运算符号 那么所表达的作用是什么 以及它的写法是什么 当然我们运算符呢 有好多种 我们去记常用的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啊 老师问同学们 如果提到运算符 运算符号 那我们可能觉得 什么样的写法 或者说什么符号 是运算符号呢 哎 其实这个地方啊 往往会有同学想到 比如说 老师那加减乘除 叫不叫做运算符呢 确实是叫做 那么但是只不过加减乘除 是不是属于我们的数学计算当中的一类 那所以对于加减乘除啊 其实在我们的python当中 被归纳为叫做算数运算符 那只不过在python语言当中 除了算数运算符 这一个分类以外 还有其他四个大类 那就是说python当中提到运算符 是有五大类的 那分别一类是做数学计算 类似于加减乘除 但是除了这四个以外 还会有其他的啊 那么当然除了这些呢 还有负值运算符 那老师现在要考同学们了啊 咱们在课程当中 什么时候提到过负值这两个字 什么时候啊 同学们想想 非常好 同学们啊 我们是不是讲过定义变量 那么定义变量的时候 语法是不是就是变量名 而我们说等号去负一个值 所以那么其实说白了 负值运算符是谁 就是一个等号 那只不过在这里 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意思 而是把数据负值到变量当中的意思 那么除了这两个算数 和负值运算符以外 还有第三类 叫负和负值运算符 这个稍微有一点抽象啊 等讲到的时候呢 老师再带着同学们 详细去数据就可以了 那么最后呢 还有比较运算符和逻辑运算符 那么对于比较和逻辑运算符啊 通常用作判断的时候去配合使用 那具体比较运算符包含什么呢 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学过的 大于小于大于等于 那么这些都属于比较运算符这一分类 那么除了上述四种啊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叫做逻辑运算符 其实提到逻辑啊 同学们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很难呢 其实不是啊 老师给同学们稍微举一个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比如说老师在这里啊 简单的老师画一个竖轴 那么同学们想一个问题啊 竖轴的话有什么特点呢 竖轴有什么特点 比如说啊 老师在这写一个数字一 那老师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啊 在竖轴上来看一的特点 老师是不是可以这样描述 那一呢 它是大于零的 是大于零的 老师这画一个零 那么老师是不是还可以描述 一这个数字不光是大于零的 还必须必须 比如说是小于五的 是不是处在零到五之间这个区间段里面的 那么这个描述 同学们注意啊 我说一这个数字是大于零 且小于五的 那么同学们注意一个话术 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是不是说了一个字叫做且 对不对 且 那么这个且呀 其实就是逻辑运算符当中的一种 只不过在Python语言当中 幻化成了一个英文单词 去表达逻辑运算符切这个关系而已 好 那接下来啊 在这个小节当中呢 老师就简单跟同学们介绍一下 运算符的作用啊 就是将来做运算的一种符号 那不同的符号呢 它表达不同的运算 那么接下来在Python当中呢 一共有五大类运算符 那么接下来啊 咱们下一小节呢 就带着同学们具体去看 具体的运算符表达的作用是什么 那老师呢 先把咱们这段视频呢 稍微暂停一下啊